凯瑟琳 不认真了 我们开玩笑的 能先和我们说下情况吗 简单来说 委托人想要找一位音乐剧演员 临时顶替他们剧团无法出演的成员 可是因为剧团的经营情况很艰难 他们甚至无法支付演出费 这确实是个大难题 也就是说 他们想找人一演对吧 嗯 即便是请冒险家们联系了许多演员 也没有人愿意帮忙 眼看演出之日越来越近 再找不到人的话 演出恐怕只能推迟 而推迟就会有更多问题 我明白了 怎么办 旅行者 你有什么想法吗 就算想帮忙 我们也不会演什么音乐剧啊 如果两位有帮忙的打算 委托人现在就在那边 你们不妨去了解一下情况 就算无法上台当演员 或许也能帮他出出主意 想想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原来就是他呀 怪不得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 嗯 我也这么想 走吧 你好 请问你是在找音乐剧的演员吗 你们 我知道你们 难道你们愿意接受我的委托吗 我们在风单的名声已经这么响了呀 可惜我们都不会音乐剧 只是听说你很着急 想和你一起想想办法 哦 这样啊 没关系 果然没有演出费 还是一件不太实际的事 如果没有合适的演员能够顶替的话 我们只能放弃这次演出了 唉 唉 你有所不知 我们不是什么很厉害的剧团 只是一个草台班子而已 我们的舞台和道具都很简陋 只要观众愿意来看我们的剧 我们就已经很满足了 如果有办法赚到钱 剧团也不至于走到解散这一步 解散? 你们要解散了吗? 哦 看来冒险家协会的女士 我还是没有告诉你们呢 这已经是我们的最后一场演出了 在这场演出结束后 我们所有人就会分道扬镳 所以她的如期举行 对我们尤其重要 谁都不希望草草结束啊 毕竟曾经付出了那么多辛劳与汗水 嗯 我们的女主演她从小就得了一种病 发病的时候会浑身无力 这才没办法参与最后的演出 没有她出演 整部剧都会失色不少 但为了其他人的首场能圆满一点 我还是希望能如期举行 原来是这样 那我们来想想办法吧 要不然 我们出点钱赞助一下 嗯 你手头有盈余吗 哦 大可不必 我们欠不了这么大的人情 而且 也很难保证有偿还的能力 有道理 有道理啊 如果找来的只是拿钱办事的人 相互磨合也是个大问题 还是要想办法找到最合适的那个人 哦 哦 如果是她的话呢 嘿嘿 这就是我们的默契 现在的她应该无所事事才对 她很擅长表演 曾经的人气也特别高 出演音乐剧应该是小菜一碟吧 你们想到了谁 是知名的人吗 啊 你 你在开玩笑吧 没有啊 虽然不知道她以前 会不会真的上台演出 但以我的直觉 她一定特别擅长 这倒是没错 弗妮娜大人 曾经参演过许多经典剧目 她的人气有一部分也来自于此 可是 就算大家都知道她不再是水神了 但毕竟也不是一般人 风诞有很多人依然视她为偶像 就连我也是 所以 我们这样的剧团 怎么可能配得上 可是 可是 哎 好吧 如果弗妮娜大人愿意 那我当然很高兴 我相信剧团里的所有人 也都会很高兴 我们剧团里的人 应该都有一个 和弗妮娜大人同场共演的朋友 也会有一个想法 但我觉得 还是要看她是否赏脸 她是否会觉得 是自调身价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们去商量一下就知道 现在的她可不像以前一样 必须要维持高高在上的姿态了 谢谢你们愿意帮忙 我 我就在这里等你们的好消息 拜托了 不过说起来 以前弗妮娜她住在豪华的莫芒宫里 现在搬到哪里去了 这个的话 我知道她现在的地址 可以提供给二位 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看到事情好像有解决的希望 我就过来了 看看有没有能帮上忙的地方 解决委托人的燃眉之急 也是我分内的工作 谢谢你 女士 非常感谢 好 既然知道了地址 那我们去去就回来 呃 凯瑟琳给的地址真的没错吗 现在她就住在这里 我没有说这里不好的意思 就是和七百的莫芒宫相比 落差有点太大了 对别人的新家只只点点之前 先看看当事人在不在旁边比较好 呃 现在怎么都流行突然出现 你也是 凯瑟琳也是 正常的出门购物而已 家里的通信粉吃光了 所以我又去买了几大袋 对 以前我有更加丰富的食物选择 现在嘛 觉得这种简单又传统的食物 也挺美味的 不会啊 你可以多准备几种酱 先吃一周番茄酱 再吃一周肉酱 怎么听起来就像是在应付 真实力啊 居然会怀疑我的烹饪水平 反正出门也没事可做 我整天都待在家里 那吃简单一点也很正常吧 再说了 就算是炙水神蓬蓬泡芙什么的 只要我愿意学 还不是一下子就掌握了 你看 果然还是不会做 也就是现在不会而已 你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啊 不会只是来看我的落魄日常吧 先说好 我家不带客 你们要是没什么事就赶紧回去吧 真实 对不起 对不起了 消消气嘛 对啊对啊 旅行者说的对 没有取消你的意思 等等 分明有很多话是你在说 找我办事 哼 别忘了 现在的我已经不是什么水神大人 连神之眼都没有呢 不是那种事 规模不大 但也很特殊 需要你的力量 哼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分上 本来还想指点一下你们的态度问题 唉 那我就不计较了吧 说来听听 是什么事呢 原来如此 我就知道你们专程跑一趟 不只是为了消遣我 毕竟 曾经我也是风担最耀眼的大明星 舞台上的功夫自然样样精通 音乐剧也是不在话下 可是现如今 我也只能说声抱歉了 我没办法出演 怎么了 听上去应该是举手之劳吧 嗯 但我已经决定再也不登台演出了 虽然我已经卸下扮演水神这一职责 但岁月留下的沉淀 可不会轻易地流逝 几百年的时间 足以重新塑造一个人 哪怕原本的我并非如此 当然 现在说这些为时已晚 我也不打算从曾经的角色里走出来 但至少 我再也不想扮演别人了 那我也能理解你的心情 不过只是临时顶替一下下 这样也不行吗 这不是多与少的问题 是我觉得应该就此划清界限 如果决定本身充满弹性 就相当于一开始就找好了后路 那还不如不要做这样的决定 所以这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 好吧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哎呀 那剧团的事情要怎么办呀 难道他们只能解散了吗 芙妮娜 你能推荐其他的演员吗 没有 好利落的回答 哎呀 我不是那种会好好维持关系的人啦 而且 他们以前应该也被我折腾得够呛 现在我只是个普通人了 再去和他们提要求 估计会被狠狠嘲笑吧 对不起 对不起行了吧 没有瞻前顾后的习惯还真是抱歉 那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对于委托人来说 这场演出真的很重要 还没得sein肚子 我们 prime来拍的 几个脸 事呢 询 怎么办 咱们 我想 through 组裁 こと 也只能这样了 那我们就先走了 弗妮娜 嗯 再见 我要回去好好休息了 没办法 也要尊重弗妮娜的想法 对她来说 表演本身就会令她想起很多难受的往事吧 怎么回事 他们是不是吵起来了 所以还是那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自作主张找人顶替我 我什么时候说我不能演了 就算你不说我们也知道啊 都认识这么久了 而且就算身体难受 你也从来都不说吧 意思是 你已经可以替我下判断了 你们离开不久后 剧团的主演也来了冒险家协会 她好像认为她的身体状况 可以胜任表演 先生 女士 可否先将矛盾放到一边 为你们执行委托的冒险家 已经回来了 哦 抱歉 出了点突发情况 请问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我们见到了弗妮娜 但没能说服她 因为某些个人原因 她不愿意参与这个表演 哦 这样啊 从现在的情况看 好像也不能算是个坏消息 毕竟最重要的主演 似乎又可以站在舞台上了 能以原班人马出演 当然是最理想的结果 你这么一说 好像也是 那她肯定会大发雷霆 把我们劈头盖脸狠骂一顿 呃 弗妮娜大人 原来是这么凶狠的人吗 呃 开玩笑了 你不用在意 总 总之 那这件事也算完美解决了 没能达成委托内容 我们回来的路上还在想办法呢 嘿嘿 唉 我们吵下去也没有意义 既然你这么说 那就不找其他的演员了 这可是最后的机会 如果你的身体再出意外 那时要找人就彻底来不及了 你确定你能正常登台吗 最后的演出 凝聚了大家所有的心血 你可要想清楚她的分量 当然 这次医生给我的特效药很管用 肯定能撑到演出的那天 我也想好好地和这么多年的剧团生涯 说声再见 我不愿意在最后关头被排除在外 大家都把剧团当作家 我当然也是这样啊 哦 对不起 这件事是我太着急了 应该征求你的同意 嘿嘿 和好了就行 演出一定没问题的 哦 哦 怎么了吗 哦 怎么了吗 喂 你怎么 哈 我 我想起有东西我买了 正好路过而已 哎呦 哎呦 知道了 知道了 我自己会走 别拽了 啊 啊 那个 你们好 不小心听到了你们的谈话 伏妮娜 你不是说去休息了吗 怎么会在这里 因为 嗯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担心这边的情况吧 嗯 有一点点 感觉刚刚你们来找我的时候 我有点急于表达我的态度了 还说了比较重的话 明明事情还没有了解清楚 哎呀 后来总觉得有点愧疚 抱歉啊 派蒙 没事了 我根本就没往心里去 你还真是会挑最难回答的问题来问 明明言辞拒绝了 结果心里又放不下 多丢人啊 更糟糕的是居然还被抓到了 不过听起来 你们的问题好像已经解决了 啊 一开始听说要找弗妮娜大人帮忙 把我吓了一跳 心想我们怎么配得上 不必这么想 也不需要用这样的称呼 叫我弗妮娜就可以了 我之前就在想 既然你们都把这个剧团看得很重 为什么非要解散不可呢 如果只是经济上的原因 应该有其他办法吧 比如停演一阵子 去寻找投资人的赞助之类的 既然大家的感情都很好 那么就携手共渡难关吧 啊 若不是迫不得已 谁想走到这一步呢 在团长走后 我们这个剧团就失去了精神支柱 每况愈下了 我们的团长也是剧团的创始人奥雷利 她是少女连环失踪案的其中一位受害者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认识你们二位 多亏你们的努力 才让这件凶案真相大败 可惜 就算罪人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团长也没有办法回来了 她是弗妮娜大 弗妮娜女士的忠实观众 也是因你的表演才走上音乐剧之路 她劝说很多无家可归 或郁郁不得志的人加入剧团 亲自表演亲手写剧本 还指导我们每一个人 那时候有很多人喜欢看我们的演出 剧团蒸蒸日上变得越来越好 结果后来就发生了意外 对吧 啊 在那之后剧团就彻底乱套了 我们不会创作更不会经营 即便再怎么努力 其实虎星经营起来的东西 都在一点点崩塌 与其眼睁睁得 看着美好的回忆支离破碎 还是尽早在这里画上句号吧 这样啊 没想到居然是这样 在诸多受害者中 还有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平民艺术家 最后的演出 不光是你们的谢幕 应该也是献给他最后的礼物吧 嗯 没错 我们都很想念他 幸好跟了过来 既然你们有如此不幸的遭遇 我也没办法再袖手旁观了 芙妮娜 我并不是说要打破我为自己定下的原则 而且现在他们也不再需要顶替的演员 但作为经验丰富的看客 我可以在表演的层面 给予一些指导与帮助 当然 还是要看你们需不需要这份帮助了 当然需要 来自芙妮娜女士的指点 求之不得 可是 我们没办法支付酬劳 这没问题吗 我不需要那种东西 如果非要表达感谢的话 就和我讲讲那位团长的故事吧 自从离开了歌剧院 我就开始意识到 坐在高高的位置往下看 眼里的东西都很片面 律法只裁定罪行 并不度量感情 如果说判决能让有罪无罪的争议尘埃落定 那当事人充沛的感情 最终会流向哪里呢 有意思的想法 但我觉得 感情最终都会回归人心 随时间逐渐沉淀 就像他们对于团长的思念一样 这是我过去都不曾亲眼目睹的东西 现在我想好好看看 你还是喜欢说这种 好像在剧里才会听到的台词 其实你就是想凑热闹吧 这和以前不一样 哎呦 对牛弹琴 真没劲 不是牛 是派蒙 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 偶尔停下冒险的脚步 听一段故事 也不错吧 太谢谢你们了 团长以前就很喜欢 弗尼娜女士的表演 我们这些成员自然也是一样 哦 跟我来吧 到我们排练的地方看看 地方不大 还请多多包涵 哎 弗尼娜大人 为什么弗尼娜大人会来这里 我来介绍一下 弗尼娜女士 接下来会以剧团顾问的身份 参与到水的女儿的演出之中 然后这两位 是为我们牵线搭桥 请来弗尼娜女士的中间人 相信大家也很面熟 啊 我们都知道那场审判 很精彩 非常感谢你们能为团长报仇 非常感谢你们 不用这样了 这次我们只是来凑热闹的 刚刚提到的 水的女儿是 那就是我们最后演出的剧目 是团长她留下来 没能完成的一作 对我们来说 如果能把她成功搬到舞台之上 也算了缺了我们心中最大的遗憾 等等 没能完成 那 是啊 想完成这个梦想 可谓是困难重重 我先来讲讲 水的女儿是个怎样的故事吧 故事主角 是一个幼小的纯水精灵 她不顾亲人的劝告 将自己变成了人类的样子 她渴望像人类一样生活 并且也顺利收获了 友谊与爱情 一切看似都很圆满 但有一天 她的身份暴露了 情况急转直下 到目前为止 情节的展开都很经典啊 那后来呢 这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难题 团长的故事写到这里就结束了 想要演出这部剧 我们必须续写一个结局 但具体怎么写 我们有不小的分歧 究竟应该是团圆结局 还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悲剧 迟迟没能决定 现实意义 难道是指团长的突然失踪 嗯 现实总是比艺术家 功过的故事要荒诞很多嘛 但有没有必要利用舞台 将我们的痛苦原封不动的 传达给观众 就是另一回事了 就是啊 很多人看演出就是为了消遣 我们上台演出 不可能不考虑他们的感受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有两位关键演员 还没有回到剧团 其中一位 是饰演主角恋人的波落 他正在闭关创作临时结局 但约好的时间已经过了 另一位 是饰演主要反派的维尔蒙 他自从团长离开后 就一蹶不振 再也没回过风丹亭 他曾写信说 会参与最后的演出 但至今也没有露面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不过既然这下 冯尼娜女士愿意帮我们 或许也可以借这个机会 把他们都叫回来 为什么是借这个机会 你或许有所不知 你的名字对我们而言 都有很强的号召力 毕竟成天被团长挂在嘴边 真的就是凯模一样的存在 你们这么说 太让人不好意思了 不过嘛 我并不讨厌这种感觉 我想他们迟迟没有归来 可能是之前演出的前景 还很不明朗 所以大家都有点怀疑 现在演出的阻碍 都在一个个被解决 也是时候把他们找回来了 有道理 那先去看看最重要的是 波罗的结局写得如何了吧 他前几天回了白松镇 他说住在朋友家里 会让他精神放松 避免被孤独环绕的感觉 前阵子白松镇不是受了灾吗 我本以为他的朋友 不愿意被打扰 但好像正好相反 可能需要多一个人说说话吧 白松镇 没什么 要让他打起精神 我是不可或缺的对吧 那我们就出发吧 去白松镇 那我们就出发吧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他就住在这里 刘是谁 是我 你的本子写完了吗 你怎么都追到这里来了 哎 这个你别管 先出来 有好消息 谁信你 等我一会儿 已经在收尾了 写完了就出来 行吧 期待你的大作 看来不出所料 是脱稿了呢 毕竟结局是这个剧目里非常重要的一环 在他写好之后 我们所有演员都要看一遍 只有大家都赞成 他才能成为最后的结局 刚刚有人告诉我 我还以为他看错了呢 哎 既然是你们 还有弗尼娜 果然还是会碰到他呀 看来你们是来找菠萝的 如果还需要时间的话 可以在镇上随意逛逛 我都安排好了 哦 没事 我们等在这里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我们先去逛过来 谢谢你的招待 给我过来 出一下气氛行吗 最近 白松阵的情况好点了吗 只能说再慢慢恢复吧 但很多人内心的创伤 或许一辈子都无法痊愈 对不起 我也很想做些什么 好啦 难道我们每次见面 都要聊这些沉重的话题吗 我们都有沉重而痛苦的回忆 但我们不一定要被他们压得喘不过气啊 既然你也有打算重新开始 就不要总把过去的事挂在嘴边啊 谢谢你的安慰 说得很有道理 不过至少现在 还是让我保持郑重的心情吧 嗯 没关系 我知道真正要实践起来 也没有像我说的那么轻松 我来也是为了告诉你们一声 至今为止 也不是所有人都原谅了水神在灾难中的毫无作为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我和镇上的人说你们都是剧团成员 而你是扮演弗尼娜的演员 嗯 虽然不能说这样就万无一失 但应该就可以自由活动了 原来你还有这么细心的一面 哦 你这话说的 四媒会的会长从来都是胆大又心细 好了 那我先走了 哎 你们好好陪陪他哦 那我们走吧 去上面看看 我也没有能说心里话的朋友 可能就像他说的 你们就是最适合的对象 很感谢那维亚女士的体谅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好了准备 去哪里 逃避往往是最方便的选择 但他没法解决任何问题 也不能帮助你跨越任何障碍 怪不得说到白松镇的时候 你有点犹豫 是啊 要说不害怕是不可能的 但我还是觉得我应该再来这里一趟 就像之前我说的那样 我想看看那些不曾亲眼目睹的东西 如果这里的人愿意原谅我 那我会很开心 但他们如果抱言相向 我也会全盘接受 是啊 我能感觉到那些视线 可能他们觉得穿着水神戏服到白松镇来 本就是对这里居民的一种不尊重的行为 我曾经很害怕被人注视 尤其是被质疑 被怨恨的时候 哎呀 看来我还是没有做好准备啊 没想到你对自己还挺严格呢 我不能只看我想看到的东西啊 那不就和以前一样了嘛 你们看 是不是人逐渐变多了 我们还是别在这里久留吧 我们还是别在这里久留吧 自媒会的大船 从那里能看到整个白松镇吧 我们到那里去看看 我们到那里去看看 抱歉 或许你们是散步的心情 但我既是在说一些沉重的话题 没关系 这样的你也挺新鲜的 再多陪我一会儿吧 谢谢你们了 或许你们也能感受到 我排斥接纳过去的自己 其实不单单是因为 忍受了太久的痛苦与孤独 站在船边 我的脑中 都有当时水逐渐上涨的画面 一个又一个的生命融化成水 白松镇证明无比珍惜的生活与回忆化为泡影 在神明的庇护之下 人们笃信在灾难降临之前 会有强大的存在挺身而出 我也曾经为了让他们相信确有其事 而不断地表演 可是当水真的涨上来的时候 水神无动于衷 也不能这么说呀 那时的你有你的职责 为了手护真相 我一直在经历相似的事 越是这样 我就越痛苦 越孤独 逐渐的 我除了真相一无所有 我也害怕我会彻底失败 坐在我的位置上痛哭流涕 好在有你们 还有诸多英雄的帮助 我们回避了最坏的结局 所有人都担负起了身上的责任 而我 重归自由 仔细想想的话 自由不就是不被需要的意思吗 因为 我也没什么用处了 没想到你会这么想 嘉角 是啊 有能够倾诉的人 在过去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因为必须坚守重要的秘密 我非常害怕他人注意到真实的我 相信舞台上的芙妮娜变好 那就是你们应该信任的形象 而在生活中 无论是好奇心 还是源自内心的情绪 都不能让人注意到 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我会说 我不是个会好好维持友善关系的人 原来是这样 我以为只是你私下的性格 容易被人讨厌呢 你今天总是和我唱反调 像你这样说话才会让人讨厌吧 曾经的我只有真相 如今终于解脱 虽然暂时还不知道要走向何方 但我有选择的资格了 好了 也差不多该回去了 估计剧本的结局已经写好了吧 嗯 好 那我们回去看看 都说了 你现在这个样子就要少吃一些油炸食物 刚刚又吃了那么多薯条和鱼饼 那位次门会的老板如此慷慨 吃什么都可以免费 这么好的机会绝不能浪费啊 而且我又不像你 我的角色也不用考虑身材好不好 现在谁跟你讨论角色了 你就不能在乎一下健康问题吗 我天天被身上的病折磨得要死要活 看你这么不珍惜身体 我就气不大意出来 这两位又在吵架了 我们回来了 你们能不能暂时休战啊 哦 你们回来了 能收到这么好的招待 还是沾了你们的光 他还差最后一点点 我们再等等就好了 那随便聊聊吧 哦 对了 刚刚说到角色 我知道他是演纯水精灵变成的人类 那你呢 我吗 也是纯水精灵 本来是贺的模样 后来戏服穿不进去 只能改成猪了 不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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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也挺有意思的 我记得是抚养小沉水精灵长大的角色吧 对 他语重心长的对幼小的沉水精灵说 成为人类就意味着隐藏秘密 经历痛苦与孤独相伴 不认为人类的 你也愿意吗 啊 听起来怎么有点 这是剧本里的核心台词 我觉得这就是团长一生的写照 他从来不把剧团令人烦恼的一面给我们看 只是让我们享受纯粹的表演 不然 以至于在他离开之后 我们才发现 青莹剧团究竟有多么不容易 之前你有说过 家 因为我生下来就得了那种怪兵 家里人发现治不好 就不要我了 我一个人在外面打工买药 病发了就在巷子里躺几天 像乞丐一样 后来团长说我的声音很好听 要不要和他学唱歌 我就答应了 他不仅教我唱歌演戏 还帮我买药 在我病发的时候照顾我 这些对他来说 都是沉重的负担 那他真的好厉害 那是当然 团长把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剧团和团员身上了 我们所有人都以他为骄傲 我那时候也是 因为我是杀人犯的孩子 从小就没有父母照顾 被送去了孤儿院 结果身边的人天天找我打架 说我是杀人犯的孩子 所以很能打吧 其实只是看我好欺负而已 后来被打得实在受不了 就跑了出来 那时候我以为 这个世界上都是烂人哪 还好遇到了那位团长 那时候我就想 我要一直在这里 直到他解散 结果这一天 还真被你等到了 你终于搞定了 来来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的演出顾问 弗宁娜女士 我我没看错吧 我的天 你们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不用这么惊讶 我只是听了剧团和团长的故事之后 深受感动 想要帮忙而已 我们也是一样 就算是这样也 抱歉 先让我冷静一下 刚刚我想说什么来着 对 剧本 剧本 我先讲述一下 在我的版本里 剧情是如何发展的吧 前面的剧情 各位应该很熟悉了 一个幼小的纯水精灵 不顾亲人的劝告 成为了人类 她在繁荣又热闹的城市中 收获了友谊与爱情 但意外也随之到来 居民们突然发现 周围的淡水在逐渐消失 土地干涸 植物枯萎 察觉异状的众人陷入恐慌 水的女儿科里欧 与她的恋人肩负起责任 携手去调查事件真相 最后发现 是由于人类长期的浪费与污染 淡水竟然像是有了意识一般 正在逃离此地 你是说水拥有意识吗 水拥有意识 倒是有很多故事都这么写 因为主角是纯水精灵 所以一下子就读出了水的想法 她也把真实身份 与事件真相告诉了恋人 恋人接纳了她 与她共同寻找让淡水回归的办法 但与此同时 有人也偷听到了这件事 水的女儿 被视为夺走淡水的罪魁祸首 陷入两难境地 然后呢 然后 就是水的女儿挺身而出 牺牲自己 拯救她的恋人 与全体人类 啊 可是这些人 不都把克里欧当成坏人吗 为什么她还想救他们 因为她想救的主要是她的恋人 以及帮她说话的人吧 从对恋人的爱慕 上升到对人类的博爱 这应该也是克里欧这位主角的伟大之处 我在意的是另一个问题 你知道水的女儿的主角就象征团长对吧 她最后没有机会成为英雄 既然是为了纪念团长 当然要记录真正的结局啊 水的女儿因仇恨而死 深爱她的人不再揭晓真相 人类 走向灭亡 但这种结局还是太残酷 并且对观众也有点不负责任 不客气 和奥里利团长的约爱无比相似 都是毫无价值 莫名其妙的 出事的那天 团长突然告诉我们 让所有人先离开枢丹亭 去城外等她 我们在说好的地方 等了好久好久 团长都没有来 我们回去的时候 她已经失踪了 我们找不到她 警卫也找不到 最后种种迹象表明 她应该是被卷入了少女连环失踪案 团长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却成为了莫名其妙的实验的牺牲品 跟他压根儿没有什么关系 不过既然会提前通知你们去城外躲起来 说明他已经察觉到了什么 事后我一直在追查 但是几乎没有线索 维尔芒可能知道什么 但他怎么都不愿意跟我说 维尔芒 就是最后那一位誓言反派的演员吧 他应该是最难以从悲伤中走出来的那一个 悲伤 他那是内疚 论悲伤谁都不可能比我更悲伤 因为无论是在戏里还是戏外 我都深深爱着奥雷丽 这 这我还是第一次知道 也到了该坦白的时候了 如果我们互相之间都还有秘密 那结局就永远不可能达成共识 我曾经向奥雷丽表白 但他几乎是立刻就拒绝了我的爱意 他说 他把剧团里的所有人 都当弟弟妹妹看待 从来没有考虑过男女之间的感情 我知道 奥雷丽一定会这样说 所以我告诉他 没关系 我会一直在剧团里等的 直到有一天 剧团已经不需要奥雷丽在操心 这里的所有人 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容身之所 那时候奥雷丽 就可以重新考虑关于他自己的事了吧 我终究是没能等到那一天呢 不落 所以在我的笔下 我要给奥雷丽最好的结局 谁来反对也没用 看来你和威尔蒙之间的事 必须当面才能解决啊 其实一直以来 就是他们两个对结局的分歧最大 总要有一个人能说服对方 既然都聊到这里了 只能去找他了吧 你做好面对真相的准备了吗 老实说有点害怕 但为了最后的演出 我什么都愿意去做 弗尼娜女士 难道你能理解我的感受吗 当然 我们走吧 没想到路还不太好走 居然会遇到拦路的家伙 那有什么可担心的 有旅行者在 我们连绕路的方案都不需要考虑 你 你们看我干什么 我会指望我也加入战斗吧 只是觉得好像还没看过 弗尼娜女士出手 感觉挺好奇的 你忘了吗 水神大人放弃了所有的神力 转化成风丹亭使用的绿肠混能 这是弗尼娜女士亲口说的 对 对啊 现在的话 因为我已经不是水神 神力自然也随之消散了 虽然很不甘心 但是眼下的情况 哎呀 我只能乖乖地充当被保护者的角色了 明明不是值得夸耀的事 却说得这么自豪 好不爽 是啊 这种情况只能依仗经验丰富的冒险家出手了 可惜了 还以为能一保眼福呢 不好意思 需要麻烦你们了 放心吧 几下就能解决 请你腰挪舞 请你腰挪舞 打得真漂亮 明不惜成呀 谢谢你们 这下就可以继续往前走了 维尔玛 维尔玛 你在吗 嗯 是你们 为什么弗尼娜大人也在 我来解释吧 现在只差你一个人了 所以你们觉得 知道团长那件事的真相 就能写出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结局 所以你们觉得 正是因为水的女儿无比重要 我才想 把真相藏到演出之后 不然 谁知道还有没有机会一起上台呢 你这是在逃避 维尔玛 难道说奥里利的意外 和你有关系 我不想说 听着维尔玛 我曾经认为我对奥里利抱有爱意 是件特别羞耻的事 我没和任何人提过 但现在我依然愿意告诉你们 就是因为我准备好了面对一切 也准备献出一切 水的女儿缺少了属于奥里利的感情 就是不完整的 唉 所以大家才说你不机灵呢 你们应该都知道 剧团的运营不靠锯票 全靠观众的自愿捐助 这点钱是不够的 我们在演出之余 还要四处打工 但剧团的运营情况还是不乐观 某天演出结束后 有位商人联系到我 说只要剧团能在演出时 提供他们的饮料 我们就能获得一大笔赞助 我觉得这是双赢的生意 没有和团长商量就答应了下来 结果当商人把饮料送来我才知道 那个东西 叫做乐斯 那 那不就是少女连怀失踪案的元凶 贩卖的药水吗 看到那几箱东西 我吓坏了 去找团长说明了这件事 他也特别惊讶 我现在就知道 他没有责怪我自作主张 而是自己去联系到了那位商人 表示剧团无法接受这样的合作 商人觉得我们出尔反尔 提出了高额的赔偿要求 当然 我们也没办法满足 然后呢 我本来 想自己去解决这件事 结果被团长拦了下来 他说这是剧团的麻烦 并不是我的错 别随着 没啦 你不是说 有什么跟她说 你不想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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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意了吗 喂 你别这样说 你这个混蛋 你明知道奥雷里有危险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都已经是那种情况了 你在怕什么 你应该让我们去救他 你知道你做了多荒唐的事吗 别出怒 别出怒啊 就是就是 先冷静一点吧 我要怎么冷静 就是这家伙 害死了奥雷里 我最心爱的人 还打眼不散说什么为了演出 根本就是不敢承担责任 对不起 我一直想对剧团的每个人道歉 但团长已经不在了 这种歉意还有用吗 我就是个懦夫 犯下了无可挽回的错误 要打就来吧 杀了我也无所谓 送我去见团长 在那个世界当面向他道歉吧 滚 给我滚 永远不要再让我看见你 行了 你们两个吵死了 给我停下来 不要把舞台演出和剧团里的关系混为一谈行吗 口口声声说想用最后的演出纪念团长 但实际上我还是在宣泄你们自己的感情吗 你说的没错 抱歉 在舞台之上 主演理所应当是众人的焦点 你们也习惯了将团长视作剧团的中心 但在生活中 他渴望的并不是成为焦点 我能感受到他对你们的爱 对剧团的爱 他想要为弟弟妹妹建立一个温暖的家庭 并努力为你们遮风避雨 这才最应该被纪念 他早就已经是你们的英雄了 不是吗 想清楚这个 再回头看看你们的争吵是否有意义 看对方不爽 有无法调和的矛盾 那直接一拍两三得了 还要什么最后的演出 但对奥雷利团长 对他亲手建起来的这个家 你们终究还是会舍不得吧 怎么了 我没说什么可笑的话吧 没有 抱歉 只是有个瞬间 我觉得团长他就站在这里 要是他目睹了刚刚的那一幕 一定也会像这样历生训斥的 真的吗 我还以为他是个很温柔的人呢 当然是啊 只不过外在的严厉 也能展现出内在的温柔 他的优秀之处真的数不胜数 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真的很抱歉 本来想认真道歉 结果变成自暴自弃了 行了 这种话等我们演完了再说吧 所以 结局要怎么办呢 当然是 从舞台之上暂时退场 回顾在情感的激流之中 究竟忽视了什么 故事的结局 应该回归到奥雷利团长本人的身上 他才是唯一的主演 你是说 对 你们曾经在水下 找回了少女连环失踪案受害者们的遗物 如果能找到奥雷利团长当时留下的物品 说不定 就能知道他当时的心情 原来还有这种东西 将团长的真实心情 作为水的女儿这个故事的结局 应该没有人会质疑吧 嗯 那就拜托你们了 走吧 我们去莫芒宫看看 你们就回排练的地方 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想要调查少女摄奏案受害者 遗留下来的物品 事件应该过去了很久才对 不过 你们就是提交证物的人 但也不需特别宝贝 稍等 我这就去办手续 这就是奥雷利团长留下的东西 除了随身物品以外 只有一本很破旧的笔记本 写满了台词呢 还有一些简笔画 嗯 好像是在描述 武台道具的摆放位置 让我看看 有没有留下 她被抓走之后的线索 哦 在这里 写给找到这本笔记的人 我看看 她好像在很认真地记录 对方的犯罪行为 也包括少女荣姐的真相 如果当时认真查看了这个笔记本 她应该能成为指证瓦歇罪行的有力证据 瓦歇的罪行简直数不上数 我想团长当时的想法 是希望这样的行为 能够帮助到后来的调查者 诶 等等 突然断掉了 她的笔触越来越轻 字迹也越来越陡 估计是越来越虚弱了吧 接下来的内容 好 算了 你直接看吧 他真的好害怕 剧团成员眼中无比伟大的英雄 也只是普通人而已 很难想象他在那时 有多么痛苦与孤独 最后一页的内容 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过 成为人类 就意味着隐藏秘密 经历痛苦与孤独相伴 即便如此 你也愿意吗 这是谁的女儿当中 最关键的那句台词吧 因为 我是他们的姐姐 她没有后悔呢 即便是在近代死亡的处境中 这应该是团人们最希望见到的答案了 他们的信赖 仰慕 热爱 欠给了一位无比正确的人 我们走吧 让他们也知晓奥雷利团长最后的想法 不能碰到 只得一场属于英雄的羯慕 即便是用这种形式把它的所做所为告诉观众 也是有意义的 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她也不忘留下重要的线索 她希望保护尽可能多的人 哪怕是牺牲自己 那么水的女儿会如何选择 应该也不用再讨论了 你呢 过去的事暂且不论 你还能坚持演出吗 我会把我的歉意 融入表演之中 为她献上最好的舞台 不需要你们原谅我 我的情绪也不重要 这是属于奥雷利团长的谢幕 看来所有人都达成共识了呢 我有预感 这会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精彩演出 明明你都没看过他们表演呢 话说这么满没问题嘛 别小看我的阅历哦 我看过那么多音乐剧 得出了一个经验 想要用歌声打动观众 就要投入到自身的角色中 融入最充沛的感情 这世间最为精彩的 不就是属于人类的爱恨情仇吗 我相信不会有谁 比他们更想把这场戏演好 谢谢芙妮娜女士 谢谢你 能一直支持我们 那么我们也不要耽误时间 来讨论结局的内容吧 尽快把它定下来 在这之前 我有个提议 在谢幕的时候 请允许我使用团长 而不是我自己的名字 啊 可是这样的话 本来这个角色 也是应该由团长出演的 我也只是顶替了 她的角色而已 如此有纪念意义的主角 也应该配上她的名字 这个 如果你自己不在乎的话 那我也没有意见 现在你们猜我一个剧团 应该有的气氛吗 那你们就把演出相关的事 做到最好 我去帮你们安排舞台 安排舞台 我们平时演出的地方 不用特别去语言 说什么呢 普通的舞台怎么行 当然要在欧比克莱歌剧院 演出才行啊 喂 等等 不行不行 再怎么说 那种地方也太豪华了 为什么要害怕 难道你们觉得 奥雷利团长的故事 不配登上最好的舞台吗 倒不是那个意思 反正都是最后的舞台了 对吧 我没问题 你们呢 不说话就是没问题了 谢谢你们能提供这样的机会 简直就像做梦一样 你们可不要让我失望哦 要是演砸了 我会跟着一起丢脸的 走吧 我们去找那位来特谈谈 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最后一幕 是不是应该让音乐先停下来 可里又在等场呢 我 福宁娜女士 接着又是欧比克莱歌剧院 要是团长还在该多好 行了 别说这些了 我们该做的事还多着呢 也对 还不是赶上的时候 好 祝你们顺利 看 我果然没猜错 原来你也拿不准啊 我就知道你在这里 我好想要和你 短暂的休息而已 喜久不见 福宁娜女士 还有旅行着和拍盟 今天有什么事吗 想要接歌剧院一用 情况是这样的 原来如此 虽然欧比克莱歌剧院的 预约手续比较繁琐 但既然是你们的请求 我没有在程序上 我想为难各位的理由 水的女儿的故事如此精彩 我很期待 她在舞台上演的那一天 只不过 没想到时至今日 你还会对演出人急着半兴趣 哦 我显得很兴奋吗 在你离开神尾之后 还是第一次吧 本来也只是出于对他们的歉意 想要了解更多的情况 结果不知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过去我们只是在审判庭上 对某件独立的事件发表意见 却很难见到背后那些情感充沛的故事 可能是好不容易变成了普通人 让我对他们的生活 有了很多好奇心吧 能见到你振作起来 我也有种感到高兴 那么在你受到鼓舞之后 有产生重归舞台的想法吗 怎么突然跳到这个话题上了 假设水的女儿演出大火成功 他就会成为经典剧目 会有很多剧团 会即兴重新演绎 剧中主角克里欧的精力与选择 都想以你为木板创作而生 你自然也是最适合的演员之一 不能借此机会 让众人再欣赏一次你的演技 实属遗憾 我应该早就告诉过你 我不会再扮演任何角色了 一次都不会 这没什么遗憾的 无论台上台下 永远不会缺少闪光的演员与故事 就像这次一样 我感觉收获颇丰 已经值回票价了呢 甚至会有些羡慕 这帮人竟然能以如此华丽而盛大的方式 与过去告别 原来是这样 你正在享受新的舞台 那我也放心了 我衷心住院这场演出 能完美收场 我这就请人去安排日程 决定下来之后 会将相关信件寄到剧团 谢谢你了 娜威莱特 不必客气 曾有很多人沉醉于弗尼娜女士的表演 我也是其中之一 希望她能感受到 这种喜爱 并非虚假之物 各位 谈妥了 很顺利 在我小只仪里 动之以情的劝说下 那位莱特先生终于答应 为这场特殊的演出 提供舞台 虽然能争取到这样的机会 真的很辛苦 但我们终于凑齐了一场 精彩演出的所有要素 感人肺腑的故事 庄严宏大的舞台 以及情感充沛的演员们 让我们共同努力 做到最好吧 真是太好了 尽可能早把结局拿出来 我们才有更多的时间排练 刚刚和威尔蒙聊了一些细节 感觉能让观众的情绪 被调动得更加充分 原来你们聊过了呀 真好 不管是怎样的演出 没有沟通是不行的 唉 哪怕是几天之前 这种情况和气氛 我连想都不该想 真棒呀 虽然弗尼娜讲话还是很浮夸 但她把所有人的干劲 都调动起来了 请多给我们一些意见 你们的感受很重要 快点儿 老魏克 先来唱一唱开场吧 Una decimal 逅anced 想要自己 误好 你是这样 蛮作异的 蛮作异 seño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要怪就怪我主动来凑这个热闹吧 没有人喜欢遗憾 包括我在内 交给我吧 看你们排练了那么多遍 可利欧的戏份 我也很熟悉了 我完全不怀疑你的演技 但这是线上团长之名的演出 还请允许我 再问一个问题 你认为 可利欧因什么而耀眼呢 因为 他很单纯吧 即便承受了许多痛苦与孤独 他也不曾质疑世界的美好 奥雷利团长的名字 就交给你了 他来了吗 他什么时候来 他不会来的 不 他来了 是 那你的愿望呢 我的 愿望 成为人类 就意味着隐藏秘密 经历痛苦 与孤独相伴 即便如此 你也愿意吗 我 但我永远 永远 永远 丸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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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丸� 她消失了好久 居然又突然出现了 不过她的演出水平丝毫没有退步 还是和以前一样厉害啊 水的女儿 可莉鸥 饰演者 奥雷利菲莫女士 名字不对啊 怎么回事 不知道 难道只是长得像吗 我消失了很长时间 这里也没用我的名字 估计不会被很多人认出来吧 但就算是迫不得已 好不容易定下的原则还是被破坏了 真是可惜 不过 再次站上这个舞台的感觉 好像也挺开心的 最后还要特别鸣谢 本次表演的场地安排与演出顾问 弗妮娜女士 唷 最后说好的不一样啊 你看 果然是弗妮娜吧 她回来了 啊 真是的 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好了好了 别生气了 这是我们讨论之后决定的 不应该让你的功劳被掩盖了 这是丰丹自古以来的规矩 无论台前幕后 任何人的工作都应该被肯定 我知道是有这样的规矩 但是 但是 哎呀 要考虑实际情况了 我还没准备好 我觉得影响也不大嘛 说得轻松 那你来帮我签吧 比起这个 还是刚刚突发的情况把我吓坏了 我飞到预定的位置上 准备把神志眼道具扔下去 结果突然出现了一个真火 这个嘛 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出现 不过幸好最后的效果很理想 估计观众也没见过这么逼真的道具吧 对了 不知道迪尔菲的情况怎么样了 打扫完舞台之后 我们赶紧回去看看吧 嗯 也要把演出顺利结束的消息告诉她 不管怎么说 总算是落下帷幕了 你们回来了 吃了原来的药之后 病情就稳定了下来 不过根据经验 她还要休息两三天的样子 演出怎么样 顺利吗 反响好吗 放心吧 特别顺利 还有很精彩的现场发挥 估计明天你就能在蒸汽鸟包上看到了 啊 那就好 抱歉 最终还是没能顺利登台 看来当初我不逞强就好了 没关系 就像他们在戏幕的时候说的一样 任何人的工作都应该被肯定 就算最终没能如愿演完全场 你的表演依然广受好评 是纪念演出的重要意愿 不管怎么说 总算是结束了 我从出生开始就没什么好运气 也没指望过人生能一帆风顺 没有这样的收场 已经很知足了 又开始怪运气 你要是少干点鲁莽的事 你的病也不至于反反复复的 你又来是吧 我现在没力气和你吵 嘿嘿 你们感情真好 谁跟他好了 生气还来不及呢 接下来你们准备干什么呢 这次演出的效果非常好 你们的名声很快就会在风单传开 剧团不是非解散不可 利用这次观众的强烈反响 如果把水的女儿授权给专业剧团 你们的经营情况也能大大改善 不 还是解散了吧 都说好了 我也不应该和你们继续待在一起 有缘再见吧 喂 别走这么快呀 真是的 我还打算继续演戏 之后考虑换个剧团吧 在看了弗尼娜女士的表演后 我逐渐理解为何团长对于音乐剧如此着迷了 很适合你 我本来也打算继续唱下去 但是 这身体不太适合了吧 你现在知道分寸了 我也等你好了再说吧 这次的经历让我觉得 重返舞台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令人反感 或许真的像那位莱特所说 克里欧这个角色很契合我 虽然我不想再扮演别人 但我仍然有表达自我的愿望 这就是新的舞台吧 曾经我是戴上假面的演员 只想要掩饰真相 从今往后 我想更多地感受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故事 看他们是如何绽放 如何枯萎 又如何被提炼进剧本 永远被传唱 那位奥雷利团长 一定也很为之着迷吧 看来你没有那么抗弃了呢 那就多看看 多走走 这个世界可有趣了 一言为定 如果说神明的礼物是一只眼睛 那我确实不应该辜负它 我收拾一下就要离开 等一下还有争气鸟包的采访 感谢你们的帮助 没有你们就不会有这么完美的演出 非常谢谢你们 能让我终于有机会和奥雷利告别 要说不遗憾 是不可能的 但 接下来还有很多机会 能演属于我们自己的故事呢 放松下来之后 感觉快要晕过去了 谢谢你们的帮助 我好像也找回了刚加入剧团时的那种动力 也许已经太迟了吧 但至少这次经历终身难忘 或许 我也曾向往过这种力量 但那更像是一种讽刺 现在 虽然还是神的馈赠 我却有将命运 握在自己手中的感觉 人类 也是如此吗 郁城